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老婆黎医生 很多人一直以来都把三高四高当作是老年病 其实近几年有数据显示 咱们国家现在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当中 18到35岁的年轻患者占比进入六成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反而成了痛风的主力菌 但也不是所有的高尿酸都会引起痛风的 如果你平时不爱运动 又很喜欢喝酒 吃烧烤 吃甜食 吃海鲜 那么就需要注意了 如果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以下四个异常的表现 那么尿酸可能已经超标了 第一个就是发现自己在睡觉的时候 经常感觉到口渴 就算喝水也难以缓解 这有可能是尿酸过高的一种表现 这是因为在尿酸过高的时候 会导致大量毒素在肾脏内沉寂 这个时候人体为了维持正常的代谢 就需要去补充大量的水分 第二个表现就是小便出现异常 如果说肾脏代谢出了问题的话 尿酸炎的结晶在体内堆积过多 睡觉前的小便可能会出现浓茶色 严重的时候 甚至会有很多浮沫 而尿酸过高 还可能会出现阴尿增多的表现 由于尿酸过高会对肾脏造成伤害 大脑就会误以为是排尿的信息 从而出现了一个尿瓶的症状 第三个表现 如果说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发现身体出现了明显的水肿 也需要警惕尿酸过高 如果说正宫的受损 那么就会使人体内的水分 难以及时的排出去 身体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水肿的症状 最后如果说你发现自己的关节部位 出现了红肿热痛 这种特殊疼痛现象 也有可能是尿酸只要过高了 尿酸液结晶 就会沉积在关节骨骼的部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就会形成痛风 痛风逐渐形成之后 关节部位就会感觉到难以承受的痛 降低脂肪治疗 并且都表现在膝关节这个部位 所以当你发现了自己的身体 出现一项类似的症状的时候 一定要重视起来 去医院检查一下 是不是尿酸不高导致的 好了 我们今天的健康分享就到这里 关注我了解更多的健康知识